欢迎我们关心东台湾大小事 我是陈秀卿 我们说养生的方式真的是千百种 但是您知道吗 据说全世界有很多百岁人类 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 那就是原液 原液治疗似乎快要变成是一个险学 那什么是原液治疗 原液治疗师是如何养成的 谁适合来做原液治疗 他在治疗什么呢 这一集我们邀请到中华环境养生学会 国际原液治疗师认证的原液治疗师 钟文元钟老师一起来探讨 钟老师你好 大家好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原液治疗如何来定义 原液治疗在最近20年来越来越风行 他其实在西方国家很早以前就在风行这个原液治疗 他就是一种透过原液的媒材 在做一些治疗的方式 一般人听到治疗会觉得说 这个治疗好像是医生 医生是在做治愈的工作 cure就是治愈 那我们治疗师讲heal heal是他有肤胃治愈治疗的方式 他多了一层是那个肤胃 让你去达到你有一个正向情绪的缓和 那原液治疗其实透过原液的媒材 让你在社交啦 心理生理 还有一些认知功能上面 甚至有人透过原液治疗 他可以做一些在家庭经济上面的帮助 他也可以达到你的经济效益 所以这个原液治疗听起来是治疗 但是我们原液治疗师通常在做原液治疗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先被治愈了 是 其实是一种疾病的预防 对 所以所谓的养生就是 因为我们的人类现在越来越长寿 长寿的话要活得健康 我们不要说我爸会 但是我身体没健康 对自己是负担 对家人也会造成一个负担 对国家社会也会造成一个负担 所以我们现在很强调的是 我们透过原液治疗是达到我们一个养生的方式 让你老了健康 第一个正向情绪达到的就是我心里的健康 我活到老我都是快乐的 是 平安的 这是我们要诉求的 那当然就是原液治疗 天堂好像是透过原液 好像就是静灰静草年而已 对啊 对 但是我们是透过一些原液相关的媒材 你剪花剪纸或是做纸花 用颜色去刺激我们的五感 五感就是嗅觉 视觉 听觉 味觉 触觉 他透过很多的方式 甚至是蔬果的方式 蔬菜 水果 因为上帝的创造很奇妙 各形各色的东西千百万种 他的颜色 他的形式形态都不一样 我们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做 甚至到一些不方便的人群 比如说我受限于我的肢体的话 我们会做一些庭圆造景的东西去做治疗 推着轮椅的高度 让他们做原液的活动 这都是我们要提倡的 是 所以他的媒材不一定是自然的这个媒材 不是活生生的植物 是 而是他可能也是因为彩色的一些的素材 对 是 藉由这些的彩色的素材 去塑造成很多的东西 是 就是去刺激他 第一个 人是感官的动物 第一个 哎呀 视觉看到无彩的东西 哇 就很缤纷的颜色 对 然后手去动他 对 手 主要是手要动 嗯 他其实是一个静态的疗愈 他很静态 他其实你在做的时候 你是会安静下来的 而且会专注的 会专注 愉悦的 对 心情是愉悦的 是 那哪一些人适合去做这个所谓的接受园艺治疗 嗯 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化 社会的形态 每一个人都要做园艺治疗 是 你看都市丛林里面的上班族 学生有课业的压力 企业的主管 老师 学生 家庭主妇 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疗愈 我们心里面一定有一些偶尔阴暗的时候 如果能够透过在家里面我就自己种种花 种种草 或是透过园艺治疗师 呃 一个课程 一个方案 长期的几堂课下来的陪伴 其实我们做园艺治疗最后发现 我们care的不是园艺 也不是植物 而是care那个人 是 对 园艺治疗最重要的是人 而且刚刚钟老师讲到一个重点 陪伴 对 所以人与人之间需要一些的连结 所以陪伴很重要 是 园艺是一个媒介 对 所以在做园艺的过程 或教导园艺的过程 它其实就是一种的陪伴 对 互相的支持 那通常呢 我们是像您在教课 或者是说你在带领的时候 是如何来施作的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骑程 呃 有 我们一般的话 其实会针对我们的对象不一样 我们会设计不同的方案 像我可以举例一下 像我在街菜总会老人据典 做的方案就是 我们一起就是做八堂课 我会从最早的就是认知开始 因为我是去陪伴 认知功能稍微低一点点的长辈 刚开始去的时候 那些长辈很安静 我有先去看一下 先去了解一下这个环境 然后长辈大概的 哪方面的功能 会去了解一下 那我们就去做一个 课程方案的设计 刚开始第一堂设计 我们并没有直接下园艺的媒材 我是让他们自己画自己的手 就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手 这曾经年轻美丽的玉手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自己的手 他很漂亮 他虽然有皱纹 可是他很漂亮 就是一起去唤醒他们 这一双曾经年轻的手 你看看现在陪伴你到现在 画手上面就去让他们 介绍他们自己 因为老人在那边 他们可能就是 我只是来这边 有一个居所 可能有一些志工的陪伴 我才没聊 你如果围手 你画了手 有五根手指头 第一根手指头我们都会讲 你写你的名字 你如果有绰号 你可以写 你最喜欢的宠物 你喜欢吃的食物 你有兴趣的是什么 你最喜欢的颜色 去唤醒它 可能那个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现在老了 可能我们没有再回去想 我现在到底要什么 喜欢什么 其实就是透过这样去唤醒它 那在画的当中 我们还会用透过色纸 色纸不是五彩的颜色吗 就让他们剪花 花已经进来了 然后他们剪花去贴 布置你那一双手 在过程当中 大家开始互动 原来你也喜欢吃青菜 原来你喜欢吃海鲜 老师会做一个串联 会说 我都叫他们大哥大姐 因为要让他们年轻 我都说我五十七岁 你是我大哥大姐 因为我们不能在他们面前 移老卖老 我说大哥大姐 这位大哥你喜欢什么色 他们就开始去串联 互动 然后剪的颜色不够的话 会互相交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社交的过程 而不是我只是坐在那边 你叫我做运动 然后拿个水瓶这样做 没有 它是有互动的 你缺什么色 然后志工也会在那边做串联 先去开启他们 然后后来慢慢再用 其他的课程去堆叠 让他们越来越开放 然后再做植物的手作 庄老师虽然只是在做原液治疗 但事实上你在学习过程当中 应该也是有学习到心理智商 对 对 就是去了解别人的心灵 去抚慰别人的心灵 所以这个部分 在您的学习的过程里面的比例 是不是也占了蛮大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是知道说 这个老人 你会看到他在做作品的时候 他的动作 他有的刚开始不做 不做你就会知道 他可能是孤单的 你就会去多一点时间陪在他的身边 教他怎么做 手把手的胶 手把手的胶 对 就是剪刀拿来 大哥这个是这么剪啊 你可以怎么黏啊 刚开始老师会拿一个demo的作品 就是老师做好的作品给他们看 老人就真的很妙 跟小孩一样 你给他看作品 他就跟你做一样的 后来我们就决定 不这么做了 我教你怎么做 影片就这样 今天我们要做这个demo三秒钟 拿下来 好 现在老师教你们做 你们可以做你们要的东西 老人做出来的作品 跟小孩的一样 无限创意 充满童趣 后来我说 我都有一个开玩笑说 你们的作品 做好以后 老师的不敢拿出来 是 因为老师的是公公整整 因为要做样本 是 他们做出来是充满童趣跟创意 所以不要小看老人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我非常喜欢老人跟小孩的作品 是 所以张老师除了带领这些的 大哥大姐们 也带领小朋友吗 我有去 我有当彩虹生命教育协会的 说故事妈妈 所以我也会去陪伴孩子 所以我非常喜欢孩子跟老人 所以孩子在做这些的 圆异创作的时候 跟老人是不一样的吗 不一样 孩子是充满童趣 那孩子的色彩是更鲜艳 而且孩子 学校我们不方便 带一些花财进去 所以我们都让他们画 或是剪 剪纸 大胆用色 对 他们的孩子非常大胆用色 是 单单让他们做一个圣诞树 他们上面的那个圣诞饰品 十几个孩子都不一样 张老师原来在一个 大型的机构工作 然后后来去做了圆艺治疗师 是什么样的姻缘 会去当圆艺治疗师 然后这养成的过程 是要学习哪一些事 好 我在106年退休 我是因为服务25年 届满我就退休 那时候本来想要去做生意 后来很多人告诉我 做生意不是你想象的这样 会很忙 然后就打消这个念头 那这中间有去当过客服老师 就辅助了一些偏乡的孩子 弱势的孩子的英文教学 我的园艺混其实应该是从小就养成 我爸爸以前喜欢种花 那我爸爸以前种榕树 那在家里经济很惨淡的时候 也是种榕树 卖榕树 养活我们一家子 所以呢 那个园艺混从小就在 从小看我爸爸这样子种东西 其实我小学的时候 在我们家后面的花园 庭院里面 就自己用竹子为一小块 做自己的农田 然后种玉米种花生 去看到植物的成长 我想说原来那个时候 园艺混就在里面了 那姐姐呢 也喜欢植物 也是可能是因为爸爸的关系 姐姐后来大学去读园艺系 研究所也是园艺系 所以现在在做景观造景的工作 所以这个东西 好像从小的养成 跟你的原生家庭的背景 有点点关系 那退休以后就因为教学 还有闲的失控 我就把我家的阳台 开始种花 刚开始退休觉得很好啊 退休很好做贵妇啊 可是后来发现你 闲下来的时间越来越多 我就开始种花 有一个机缘就是 我有一个姐妹 她就在FBPO说 有原医师证照认证的课程 那我就去上了这个课 在这个养成过程中 老师就会告诉你 我们要怎么下方案 怎么透过不同的对象 来做方案的设计 那老师也是手把手的 教我们怎么做 他是说 这样子手把手的 教我们做 他就会很多的分享 课程分享 有的是在台北啦 中区南区 甚至在香港 都很多原医治疗师 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风行的产业 是 那所以在养成多久之后 然后去考证照 我们是密集训练 32个中头 那透过一个考试 手作的考试 还有笔试 所以就认证为 认证为原医治疗师 对 开始你的教学生涯 对 那在学习 或者是教学的过程里面 跟你在原来 在大机构工作 在你的这个生命的历程 生命经验上 有什么不一样 我在原来的公司 是在做人力资源的工作 面对的就是人 我的员工有多少的压力 或是其他单位员工 有多少压力 其实我们是很 很care的 我那时候就想说 我们没有早点去学 这个原医治疗 我们可以带进职场来 不过有 我也感谢 感谢上帝 有一个机会 我在前不久的时候 回到我原来的机构 去帮50位同仁 上原医治疗 也是回娘家 回老东家 看看老同事 我觉得真的很有用 因为我上完课以后 我看到他们的眼睛 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 拍照的时候 眼睛眉毛都笑起来了 眉毛都弯了 就是要说 他们是有被疗愈到的 甚至还有一个 单位的妹妹 我要离开的时候 因为讲完课 我要离开了 她说姐姐 因为我们都熟嘛 姐姐我可以抱抱你吗 她跑来 我说可以啊 我们就拥抱 她在我的路边讲 姐姐我今天有被疗愈到 我说这样子的话 我的目的就达成了 回去多种种花 把你今天的作品拿回去 好好的欣赏 心情不好的时候 去去做种种花 买买花草 去大自然走走 有一个休闲治疗法 也是这样子 做出去大自然走走 是 所以张老师在成为 原医治疗师之后 是不是你在 身心灵的部分 是不是有不一样 有 我自己也被疗愈了 是 然后自己很烦的时候 去阳台种种花嘛 曾经有一个学者 还是专家说的 当你要发怒的时候 就走出去阳台 然后要跟家里面起冲突 要跟先生起冲突的时候 走出去阳台 阳台油花 或是走出去阳台空气 也是可以让自己沉淀 是 那要想要成为 这个原医治疗师的话 有哪一些的条件 有没有哪一些的个性属性 或是年纪等等的 这些的条件之分 对 我刚开始去学原医治疗的时候 我第一个问题是 我不是原医本科的 我可以做原医治疗师吗 答案是 OK的 任何人都可以 只要你有 对原医有兴趣 是 然后他没有什么条件限制 我们原医治疗师 有很年轻的 国中生也去学 那个国中生是比较特殊 团体的国中生 他带回去 就带到他的团体里面 去带动那些年轻人 那也有年纪 也有退休的人士 像我们这种退休人士 社工 也有社工去学原医治疗 很多 还有企业主管也去学 银行主管 后来都去学 其实我在想 我们会去想要做原医治疗师 先要先治疗之期 对 所以无论是企业 或者是社工学了之后 可能对于他的团体来说 都有很正向的帮助 对 然后他带进他的职场的话 他其实就是一个触媒 是 职场的氛围第一个改变 你自己先改变了 你就去影响到别人 或是说 来我们今天来做一个 原医治疗的课程 所以我们蛮推广的 所以这原医治疗 我们可以区分为 是大自然的疗愈 对 还有就是我们在手作的 这种五彩缤纷的色彩的刺激 对 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跟陪伴 是的 是 所以原医治疗这件事情 任何人都很需要 对 尤其现在这种社会 每个人的心灵 都必须要被安顿跟照顾 对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原医治疗师 中文员中老师 跟我们分享 这么美好的话题 谢谢中老师 谢谢您